主席各位同事 因为我刚才有听见郑天才委员 还有其他的国民党的我们的好同事 慷慨激昂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违法11年多 连原基法规定应该成立的土地调查委员会 都还没有成立 郑委员还有其他我们的好同事 算一算你们的数学不错 这就代表过去11年有8年是国民党执政 两党的历史工业 但8年国民党要负最大的责任 原基法2005年通过之后 过去11年 依法必须要在行政院下面设立原基法推动小组 在座我们原住民的好同事很清楚 从头到尾开过几次会 开过三次会 过去11年有8年是国民党完全执政 请问在座各位委员 8年完全执政的国民党 口口声声现在各位说要捍卫原住民族权利的 所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委员们 你们做了什么 这个依照原基法必须设立的原基法推动小组 按照你们的讲法 也是有法原依据啊 有组织啊 有预算 有机关啊 按照原基法 一定要处理这个原民转型正义的推动小组 你们做了什么 过去8年国民党完全执政 你们为原住民族做了什么 所以有组织 有法原依据的组织或是单位 如果执政者根本就不想做 他就不会做 设一个委员会 8个委员会都没有用 我想请问过去8年 完成完全执政的国民党 你们的党主席 你们的总统 有没有要做 如果你们那么爱原住民 过去8年为什么不做 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 把黑的讲成白的 今天因为你们不愿意促转条例 里面要处理党产 不愿意公布历史真相 所以摇身一变 从打压原住民权利的打手 在媒体面前口口声声说 转型正义 要把自己树立成原民权利的捍卫者 再次的消费原民的议题 不要原民的时候丢到一边 完全执政的时候也不用管 要利用原民的时候 把原民当成工具 过去8年真正要处理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法案 根本就不是促转条例 我的好同事 不要昧着良心讲话 你们大家心里很清楚 真正处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是什么 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及海域法 是原住民族的自治法 因为只有这两个法通过 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土地还回来 因为只有这两部法通过 我们才可以摆脱殖民的控制 不用看政党的脸色 我们要自治 我们要当自己的主人 但是过去8年来 国民党做做样子提出来的 所谓的自治法 没有实质的土地 没有实质的裁员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转型正义 本席今天非常遗憾 今天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委员 继续拿着我们自己的血统 我们的身份来消费我们自己 11年有8年是国民党完全执政 有没有处理 没有 今天因为促转会 其中一个功能是要处理政党的党产 今天大家在这里 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 今天大家一直都说 其他的国家如何 请问在座各位 有谁仔仔细细看过其他国家的档案 我做到了 澳洲的加拿大的总理 向原住民族道歉 他们都是独立机关 都是独立涉于总理之下 我看过所有的历史档案 连他所有委员会的组成 是由谁组成 有多少原住民的比例的代表 我都看过 在座所有的委员的好同事 如果看过 真正看过研究过其他国家的案例 我在这边非常欢迎来跟你们请教 请不要让政党来消费我们自己 我们因为不同的政党提名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赶快通过我们的土海法 还有自治法 这是不需要透过 行政院的促转法通过 不需要透过 总统府的真相和解文会成立 我们在立法院可以自己 透过我们自己的职权 在立法院赶快立法 把转型正义还给原民 结果要告诉各位 土海法已经送进了立法院 今年要2月 就在内政委员会几周以前 郑天才委员非常了解 您还企图要透过临时提案 说我们赶快要求行政院 把土海法撤回 国民党送进立法院的土海法 为什么政党轮替之后 你国民党自己说要撤回 要求原住民族土地 要还给原民的这个法案 在行政院需要透过打多少的仗 要跟汉人打多少的仗 我们这个版本才可以送到立法院 结果这脑伦地之后 你说要撤回 还好我们没有让你撤回 我们希望 不要再有这种错乱的价值观 我们是原住民族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请孔文集委员 谢谢 谢谢